好 谢谢姐妹 大家早晨 在聆听主导以先为一齐和心底投稿 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或者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能够有生灵愿爱同在 非常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可以有生命气息 在纵使踏入这个秋天的期间 让我们仍然看到上主你如何看顾保释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这么风光明媚的日子 可以不单止享受到上帝你的创造 并且能够可以有这样的自由空间 可以回到在主你的说话面前的学习 为此现上感恩 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 线上线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要一起在主你的说话上面得到造就 也能够可以成为在主你的里面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能够一同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 你所放置给我们在应有的熟练生命能够活出 让人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主我们的神 为此再次献上感恩 在聆听主导的过程里面 扣升灵的引导 赴了我们智慧能够明白当中的提示 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明至义靠 阿们 世人有一句俗语我相信大家会听过 就是说机会是给予有预备的人 这句很普遍大家都会去留意的 但我相信当我们今天去看完今天这段的经文 或者是一段大家好似很熟悉的经文之后 这句一般世俗人所说的说话 可能我会稍稍需要把它调节一下 就是说机会是给予有充分预备的人 而作为一个圣经的读者 我们也可以更加肯定的就是 在永恒的救恩当中 只会是为那些有充分预备的神国的子民 有所领受的 因此今天当我们去看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尝试去了解一下 怎样明白到救恩是为那些有充分预备的 属灵的神国子民能够让他们所以得到的 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至13节 是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 是很多信徒以为自己都很掌握的经文 但是当我们重新仔细去看下的时候 似乎有一些地方我们会遗漏了 所以今天我讲这个讲题的时候 随着刚才我们所谈论到的观念 我给了一个题目叫做 永恒救恩只会给予有充分预备的神国子民 大家再次回去这段圣经一起看看 刚才Karen帮我们读了一次 但我们自己再读一下 尝试去理解一下 有些什么地方是我们自己可能一路以为很熟悉 但是却是遗漏了或者是没有留意到的 那我们透过再读这段经文去明白一下当中的意思 一起打开《马太福音》25章第1至到第13节 找到之后一起读了 那时天国好给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住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住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然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 睡着了 半夜有人哭着雪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同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住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梅立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直 门就关了 停与的同女随后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要尿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在这段经文的前文 我简单的recap一下 就是说到原来 我们的主是会一段时间 不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我们的主 其实仍然是很 体贴我们 关怀我们 担心我们会 失落或者有些时候会迷失 而 于是乎 我们就失去了 原本要在恩主的里面 要守住些什么 或者要履行些什么 而很多的信徒 其实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迷失的里面 有时不记得了 原来我们 一直是希望透过了解我们的上帝更多 然后去满足我们的父神 那个拯救人的心愿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因为他明白到父神 这个愿意一人 万人不救 不愿一人沉沦这个观念 于是乎 他致死忠心 所以上一堂我们 讲到有关于忠心的问题 也是这样的缘故 忠心 如何表达呢 忠心不只是在顺境的时候 才会表现出来的 忠心即使是一个 不顺境的环境之下 仍然是保持着一个 在一贯的观念 为了里行主的目的 就是拯救人的目的 于是乎可能会付出自己所有的东西 忠心的信徒愿意 为了主的目标 而愿意付出自己所有 这种就是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背景 不过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耶稣仍然希望信徒可以有一些方式去尝尝把密 验证检测 清楚自己的灵性如何 所以我上次用了个例子 好像COVID-19 就是叫做新冠状病毒肺炎 我们经常要找一些快测剂来检测 究竟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真的中了招 如果中了招要怎么处理好呢 所以上一堂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一个忠心和不忠心的 比喻来帮助他的门徒 纵使耶稣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尝尝去做一个检测 去看看自己的灵性状态如何 而今天来到这一章 我们看到耶稣用了另一个比喻 来帮助我们明白忠心的题目 而这个忠心的题目 就用了一个所谓十童侣的比喻 来陈述出来 十童侣这个比喻 如果你把它腾空拿出来说 就可以说到天花浪漫都可以 不过如果我们去仔细看回马太福音整个结构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马太福音的结构 谈论到十个童侣比喻和中心的问题 就用了聪明的童侣和如绝的童侣做了一个对比 而这个陈述的方式 原来无独有偶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第24至27节里面 谈论到那个丐房子的比喻 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谈论到聪明的人 和如绝无知的人 他们如何建造房屋 在哪里建造 如何建造 来作一个隐身 而且甚至可以说 十个童侣比喻的开始 和第七章的丐房子的比喻 可以说是非常之类似的 我们也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天国好比或者好象 这个隐言来介绍到一个真正中心信服主的人 和不中心信服主的人 他是怎样的状态 我再次重新 在这里耶稣不是只是尝试 那些人愚绝 哪些聪明 然后将愚绝的脾气 不是的 其实是让他的门道 在耶稣不在场的时候 去尝试自己的灵性状态 是怎样 而这个所谓天国好象 怎样怎样的比喻 这个口吻陈述 其实是马太福音是经常使用的 不仅刚才所说的七章第24节 在十一章的十六节 十八章二十三节 二十二章的第二节 都有类似这种 在天国里面的子民的表现的陈述 介绍了给我们知道 不过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十童侣的比喻 我们就去专注看看这个十童侣的比喻 怎样介绍给我们听 忠心和预备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第一方面我们去看第一节 二十五章的第一节 从这节的段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光荣的差明 是交托了给这些童侣 我们再看看第一节说什么 那时天国好给十个童侣拿着灯 出去迎接新郎 首先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场景 是一个什么的场景 很多人都认为 或者以为 这十个童侣 是由新郎的家当中的匹女 是接受一个timing 来迎接新郎 绝大部分的信徒 当读到这节的圣经的时候 都是这样看的 不知道你是否这样看 不过 如果当我们去仔细明白多一点的时候 这十个童侣被猜出去的 很强调它是一个童侣 童侣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些未婚的龟侣 如果当我们去了解犹太人的婚姻制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到往往龟侣这个陈述是指到陪着新娘一起出嫁的童侣 如果大家会觉得陌生的话 我们用中华历史来看 中国人在传统嫁娶的制度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叫陪嫁妹 或者陪嫁的龟侣陪着新娘 由她的爸爸的家 即是新娘的家 来陪嫁 去到新郎的家里面 继续去和新娘去服侍她 每天去装身洗臉等等 就由陪嫁的龟侣去安排 如果当我们去了解这个情景的时候 回到古近东的文化 特别是在近东的婚姻制度里面 所以你为什么要回主日河 因为主日河坊这些题目 刚才说完 你可以回去听录影带 或者上网YouTube 没有录影带 我们就很透露了 现在全部YouTube直播 我们就会明白到二十五章的第一节 所谈论到的被猜派这十个童女 不是由新郎的家被猜出去的 而是由新娘作为陪嫁的龟侣陪着新娘一起嫁到新郎的家里面的龟侣 所以整个图画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了的陈述 原来谈论到这个天国好被十个童女拿登出迎接新郎 其实是由女家即是新娘家去猜派遇先 在新娘和新郎都没有回到新郎的家之前 就被新娘的爸爸或者女家的男主人猜派遇先打点 当新郎接了新娘回到他的家的时候 这些龟侣可以成为引路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体 原来犹太人的婚姻有这样的传统 往往新郎是先在日间的时候去到女家即是新娘的家里面 跟新娘家人先有一个庆祝去迎接这个新娘 就好像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我结婚的年代通常是怎么样 一早,我记得很早 三点几钟之后不是去新娘家 三点几钟我妈就搜寻我 结婚了,我说起了身了 怎么会知道 然后他就会说,喂,弄好个头 原来要去找人催你的头 那你要安排有个理发师晨早流流 三四点钟,我要去他店铺吹漂亮个头 那当然不是50元一次吹那些 你去几百元吧 这么早熬熬分陪你吹头 吹好漂亮个头,然后穿好衣服 那妈妈就说吃点东西先,吃饱我肚 因为你要去接新娘 是不是 我不知道师母那边怎么样 很早 我相信也是 搞了很久 然后准备新郎 我去到接他 去到他 那时候我接新娘 不在女家家 在女家租了酒店 在酒店那里出嫁 去到就有时间搞的 虽然你去到的时候又要围栏下新郎 那些伴郎 那伴郎 那伴郎 成大班又要顶 顶一下游戏 搞了一大轮 那我们就很斯文 我们全部基督徒 所以很斯文 我们玩些东西都很健康 没有不文的东西 现在听到很多不文的游戏 活动是这样的,同样古近东的文化都是新郎要去到女家里接新娘 于是要在女家里面举行女家的仪式,中国人都有,你去女家接新娘 新娘出来又叫外父交人,然后跟着纳齐人马走,不是的,你去到又要怎么样 要跟外父外母聊聊天,说我今天来接新娘,接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嫁 接着怎么样,你要侦查给她,我要公公敬敬行,接你了,你以后是我的外父外母 然后才可以接走女儿,不然随便接走了不行,就是有点连意识 同样道理,古近东的都是有这样的,而这十个童女可以说得是 这个新娘的爸爸最后女儿在家的时候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安排十个她最值得相信的归女陪嫁 所以这十个童女应该是被精挑逝选过的,不是求求其其找十个散打,然后就陪我女儿嫁 做归女基本上可以说得翌日小姐去到新郎的夫家的时候要帮她顶很多东西,要挡很多东西 这些就是很多剧集就是这样出现,大家不要听牧师说那么多 好,你喜欢看这些剧集就慢慢去看 十个童女第一份职责也是她的爸爸,女家的爸爸最后指示她 带齐光亮的灯,去到预备迎接新郎 当然新郎不只是说新郎,是新郎接新娘一起回到夫家的里面 是一幅很漂亮的一幅图,也反映出这十个童女是背起这个女家的家长的爸爸的心愿 如何去照顾她的女儿去到新的夫家的第一个行动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下明白到上主的拯救 并且能够给我们参与其中成为这个拯救的其中一分子 就好像一个分解一样,上帝容许我们可以参与在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这件事情上面 本来就是一件极其美好的事情 但如何去参与一份极其美好的事情呢? 那个焦点就是很视乎于参与者对主人的看法 或者尊重的程度 他对于这个主人的命令差事有多大的看重 其实是直接与他对这个家主的尊重成为一个平衡的对比 好像十个童女 如果这十个童女全部都是很尊重这个家主 就是女家的家主的时候 他一定是揭尽所能做好所有预备 有充足的准备来承担他这份工作 而不是只是做了 今天我们怎么去承担主给我们的猜命呢? 上主将那个拯救的工作其中一部分交给你和我 我们怎么去参与呢? 其实是直接反映着你对上主那份的尊重有多少 好了 我们明白了背景 原来是这样的情况 是这十个童女应该对这个女家的家主有多大的尊重 好了 当新郎接了新娘之后 也认定了这个女家的父亲就是他的岳掌 这个因亲的关系就开始建立了 好像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重新修和的情况 好了 我们看看 接着从第二至第四节里面 原来我们看到他们承担的态度 早就被测验了 我们看看第二至第四节说些什么 我读给大家听了 大家一起去看看 第二节这么说 其中有五个善于绝的 五个是聪明的 如注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游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游 再欺柄女 很有趣 这个记载 记载是什么呢 原来一开始 这个家主 这十个家主 早有 早有 洞悉 这十个童女 是怎样情况的人 刚才你不是听过我说的 你猜 这些童女 陪 架的童女 都经过精挑 要细选 对吧 换句话来说 这十个 都是 女家家长 很仔细 去选过的 但是选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十个是怎样情况的吧 他选了五个是愚绝的 又选了五个是聪明的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你以为他精挑细选 选应该是最好的 你教他是不是只有五个 聪明的 龟女可以选 凡是选无可选 准备十个 其实这里想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让我们知道 上帝拣孙人 容许人参与是很公平的 你很聪明我才聘你 你很忠心我才找你 是不是这样 不是 人人平等 纵使有五个是愚绝 他都主动去选他出来 你选五个愚绝的出来 会不会收家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家主 某程度上 他是将他的名誉 压在这五个愚绝 如果找了十个聪明的 便好 不用担心 那些东西搞不定 为什么要这样的情况 要选多五个愚绝 五个聪明的 原因 要告诉你 你和我知 在这个比喻当中 这个女家的家长 其实他早知道是这样 他提供公平的机会 给所有在他家里面的归女 可以参与在这份事情上面 但这里继续记载 让我们知道 这五个愚绝怎么做 这五个愚绝 有没有拎灯 有啊 有拎灯 但是却没有预备 有啊 拎灯不预备有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上两堂也有说过 这叫做了神学 做了的信仰 英文有个字眼叫做minimalist 或者叫做nominal questions 刚刚够就可以了 上主我刚刚做够就可以了 你叫我拿灯 我就拿灯了 因为那个命令说 天国好象十个同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来 拿着灯的 我没有拿着灯 有灯 我眼灯亮不亮 眼灯好不好 我不在意 我不太考虑 做了 愚绝是否没有拿油 愚绝 愚绝是否因为没有拿油 愚绝不是因为没有拿油 而是因为愚绝所以不去拿油 我再重新说一次 愚绝不是因为没有拿油 而是因为愚绝所以不去拿油 因为他觉得已经做了 要灯的 我要戴灯 我就戴了 我做了 愚绝的表现就是做了 不是做好,更加不是预备好去做,做了 教会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教会信徒,什么叫做虔诚的信徒 虔诚的信徒就是要回教会,虔诚的,所以很多人 怎么样界定一个人虔不虔诚,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回教会 虔不虔诚,唯独你虔诚,你猜个礼拜又回教会 他敢回答我的,因为不是因为你每个星期天回教会而虔诚 人家虔诚会回教会,世人就把他调转来的 做了就等同于虔诚 这五个同女还要先提,五个愚绝的 先提这五个,这五个怎么样,他不拎由的 他做了,他拿了灯,灯是什么东西的运作呢 古代的灯,其实就是用油去点,大家有没有用过油灯 我有了,我家小时候住旧堂楼,旧堂楼整天停电 打风下雨,不知道哪里又说烧电标 我家里肯定有油灯,油灯是怎么样,大家记不记得 有个左的,高高的,绿色的,我还记得 扑起上面有个盘子 另外有一只碟,那只碟其实就是一只瓦碟 然后那只瓦碟是兜兜的,然后你就怎么样,要加些油下去 我妈,不是我妈,我妈教我的,就要用灯芯才倒水 然后灯芯慢慢浸下去,转转转转转转转,但是千万不要 点到顶,否则烧不上了,然后呢,要去刚刚某个场道 伸出来的碟边,然后你就慢慢慢慢点 如果你点得快,灯芯都烧了,油就烧不了 因此,油是当时冷灯的燃料,而当时常用的油是橄榄油 在这个证经说,这五个愚绝的他不预备油都是聪明的,他都点着灯 他拿着一把点灯就跟愚绝一样,开始是一模一样的,好像没有分别 你是分别不到哪个愚绝,哪个是聪明的 但是他聪明就显示出,他们有带一个器皿,那个器皿里面有油放在里面 大姐姐妹,这个就是那个特别的地方 显示出一个人的聪明还是愚绝 如果我们去参考 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的时候,就给我们多一点的理解 我们一起打开 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我们读一读吧 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 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吧 第27节 他说什么呀? 神却简选了世上愚绝的,叫有智慧的羞愚,又简选了世上愚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愚 哦,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里面,提出了一个对聪明和愚绝的一个很特别的定义 是你和我一向的想法的相反 原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所谓有智慧,有聪明的 是在这个世界上被认为是愚绝的 换句话来说,在这个世界被认为愚绝的人 这些人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是认为有智慧是聪明的 那我们就了解多一点点 那一个这个世界认为聪明的人 其实就在上帝的里面 视之为愚绝 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看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往往有一个特色 就是 以小薄大 什么叫以小薄大 尽量聚到最少 希望能够达到 刀仔铁大树 那你就会命 西人呢 尽量想将最有限的资源 发挥到有得到最大的利益 用简单的例子就是 我大家都做同一份工 不过我要在我份工里面做 最少也都可以领导同一份的人工 听不听过广东人有一句说话叫做吞扑 知道什么叫吞扑 知道吗 不懂 我来解释了 吞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用这些时间在你份工作的工作时间里面 偷懒 但是好像在做事 但是其实没做事 带来你同一份的营福 用加拿大的说法 你每小时30元个小时 一天做7个小时 那大家都能够得到多少 211元 2110元 是不是 三七二十一 30元个小时做7个小时 三七二八一 但是人家就做了7个小时交货给老板的 你就不是的 做了两个小时之后 跟着就去半个小时厕所 你真的去厕所做什么 大部分都进去看 看YouTube 看社交媒体 跟着又出来 又做了两个小时 跟着又进去做 又吞扑一个小时 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又说去买咖啡 又去喝咖啡 又说吸口烟 结果7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其实 实际上你的工作时间 只有4个小时不够 又是只有210元 这种叫做 吞扑 做最小的东西 去得到同样 的人工 或者做最小的东西 得到最大的益处 世人的想法就是这样 最好就不用做 然后就出份人工 这个最理想 但是就算要做 要做最少都得到同一份工 原来 上帝早就看见这一点 这五个如绝的 童女 她就做了 你要灯嘛 着的灯 大眼灯 我就着了 去着用 不过不要打算做好这件事 这件事做好怎么叫做好 做好就是 拿着灯 出去 迎接新郎 你是接新郎的时候 是戴着眼睛的灯去见新郎的 不是戴着灯就算了 这五个童女 不是忘记带 游净 而不是 不知道可以游净再游 不是 因为他们大家同意 聪明的童女 是一时同一齐去预备的 所以这段圣经写得很清楚 从第十三节里面一直说到 他说 如绝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 由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 又预备 又和气 他是同一齐去预备的 他是看见对方在做什么 不过他明知道 大家都在做那样 但他们却是不选 他们却是选择不做 因为他觉得 不需要预备那么多 我只是要戴灯 简单来说这种叫做学走精脸的童女 今天有多少个信徒是这样信主走精脸地信主 个个都只是目的想回天堂 享受在天堂里面的 荣华富贵黄金阶梯 但从来没想过要付出 达到父神拯救人这个心愿 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 纵使他说了信主 他每天的生命生活和一个不信主的人 是没有分别的 为什么 他说了自己信了主 甚至说我受证了 缺埋志了 我领了圣餐 那怎么样 有没有真是 带人信传的心 回了教会 回来崇拜 不代表你的就是灵性好的 你没有叫生 随时随地 都是满足 父神的心愿 是拯救人 将个福音介绍给人 将主的真度介绍给人知道 让我们主的属性 让我们透过生命生活 去能够展现给人 认识到 有几年的信徒在这个时间 就等同于这里 这五个 如绝的同类一样 可能在世界的上面 他们是很聪明 因为他们 用最小的资源 达到 最高的利益 有份去 尝试 享受和新郎 新娘去夫家的生活 但他们有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 或是他只是在这个时候 看看可不可以 过得到骨 第五至十二节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 充足预备 并且有效 的人 都会 达到一个 灵性 低点 但是他怎样可以得到幻梅呢 一起看 第五至第十二节 一起读 新郎延迟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 睡着了 半夜有人 哭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如着的 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 由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 梅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自己 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就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徒就关门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 说 主呀主呀 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在这里来到第五节的记载 简直是出人意表 在大家明白到 这个女家的主人 只派这十个同女 在一个指定的地方 去预备迎接 这个新郎 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新郎 可能不知道 在女家里搞多久的嘛 对不对 就是用今天那些 结婚过程 接新娘的时候 那些新娘是要租 不是新娘 那些伴娘 是要跟新郎 伴郎 玩一大轮 然后搞到过了时 你有什么办法呢 有时候会过时的嘛 说不迷的嘛 对不对 我结婚的时候 时间很好 因为我们个个都是 斯文 的弟兄 姐妹 对不对 但是有些 我曾经做过 别人的伴郎 真是搞笑 明明就说 九点钟去接新娘 十点钟行得 十一点已经在教会行礼了 突然搞搞搞搞 搞到点几钟都不能走 教会又打电话来吹 那个牧师又是 不知道是不是赶收工 他说等的 但是他说等而已 教会那个 那个 那个 搞教会 长地那个 未必高兴的嘛 我要赶收工的 是不是 或者是这样 或者教会特意要请个人 来清洁 或者等等 我就不知道 你挂不住的 搞好久都可以的 迟了 就是迟了 这就是告诉我们 新郎就延迟了 延迟一定有个purpose 有个动机 有个原因 是真的 无论怎样他会迟的 但是你们在那里 预备好了 那么他一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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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睡觉 好吧 好像崇拜曾 我曾经认识了一个失眠的信徒的见证 他说我经常失眠 只要我失眠就是回崇拜 回崇拜一个多钟就很睡 我说你去那间教会我希望牧师讲道讲久一点 一般现在牧师讲二十分钟就能睡二十分钟 然后还睡觉 搞到半夜 兄姐妹 是不是聪明的就不会睡觉不会打顿 那些愚绝的才会睡觉打顿 不是啊 在这里圣经告诉他 无论你聪明好愚绝好 全部只要在夜幕低随的时候都会等到眼睡 并且他们会昏昏入水 留意这里耶稣没有提供一个介绍有关于新郎为什么的言词 不过很明显就是这个延迟一定有一个原因在后面 不需要你去了解延迟是什么原因不重要 因为这个只是主的部分 我们做信徒不需要去猜度这个主为什么延迟 不像前面那个不忠的仆人的比喻 还记得他想什么 我想我的主人一段时间都不回来 他总要想自己 一些不信主的人就是自己想自己的事 他用所有的思维都想自己 然后把自己想到的事就套到别人那里 别人都是这样想的 这不需要你去研究主为什么要迟 总之他迟 迟了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去验证出你对主的忠心有多少 在这个时候暴露了出来给这十个同类知道 什么时候暴露呢 我们看看这句话 在第六节半夜有人哭着说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在半夜的时候有一个人这样叫 新郎来了你们快点来迎接他 首先谁哭这句话 不是这十个同类其中一个 不是聪明的其中一个 全部都欺負了眼分 是有人 告诉我们知道 新郎来了 新郎来了 是突然出现的 如果按照圣经一路第24章里面的记载 我相信用主再回来的时候 有天兵天着 吹号的现象就是这里所提及到的 有人叫主已经回来 新郎来了 是上帝的时间由上帝来呼召 也是陪着新郎又女家回来的其中一个人去呼召 叫那些如先已经猜派的十个同类来 来开灯 这本来是一幅很漂亮的图画 如果十个同类一起点着灯去迎接新郎 是多么美丽的那幅图画 在一个漆黑一片的路图画上面 有十眼点得荣亮的灯 为新郎新娘全部人一起引路回去新郎一架 你想想图画都漂亮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广东人所谓的 有人拍Cure 知道什么叫做Cure 有个人不行 他发现有些事情不行 就是那五个如绝的同类 所有十个一起起来一起收拾灯 为什么要收拾灯 原文是说收拾 是说trim the灯心 那些灯心是要trim的要去剪的 灯心不可以太长也不可以太短 我特意专专去做一个study 原来一眼油灯 现在有人仍然点油灯 很时尚的 很时尚的那种 很时尚的那种 说明原来油灯的点法 油灯的灯心不是常常需要换的 那条油灯 如果那道灯心是好的 它会不断适当地吸收一些油 然后刚刚被油灯上面的火 它将油烧了 而油的灯心是不会被烧毁的 所以油灯每次再重用的时候 就要将油灯剪回正常 刚刚的火露灯 又不能够太大火 如果太大火就烧到哭哭声 就很煙霧离漫 就很快将灯心烧毁了 有刚刚好的长度 那个距离我曾经查考过 刚刚的距离大约是属于3mm至5mm的距离 真是这么准确 原来他们设计过 研究到灯心如果只要距离 眼灯的光度是刚刚最光 但是不会消掉灯心的 油份又刚刚够锁到灯心被点燃 在这个运作之下 于是所有人都要出来剪灯心 剪完所以要收拾一些灯 然后收拾的时候要沾些油 就可以继续燃点眼灯 使得眼灯有一个最光明的水平 但是在这个时候 愚绝那些就跟聪明那些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在这里这五个愚绝的同类才发现到自己不够油 并且他们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 给些油给我们 他跟这五个聪明的同类说话 不是请他给些油灯 给些油灯 给些油我 希腊文写得很清楚 如果请求往往会用一种 所谓十增添的模式去写 但这里故意用一个命令式 来说给我们 这五个愚绝的同类 对其他同伴 五个聪明的同类 很不客气 给些油我 那些油不够了 这五个聪明的同类 如何回答他呢 我再读多一次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很同工 第九节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罢 如果今天同工是这样的情况 你就会怎样 如果你是那五个愚绝的 就会说 你这五个聪明的同类没有爱心 这应该不是自己人来的 我没有你而你有 你不让我 有没有搞错 你是不是这样想 没有爱心 这些教会不要回答 这些很绝的 这些虚信徒来 我们要找一些教会 有很多资源的 用之不尽的 这些大兄姊妹 我平日怎么用 不要紧的 他都会支援我的 说件事给你听 以前我们教会 曾经有个聚会 是一个训练班 训练班里面 我们除了派笔记之外 我们什么都不派的了 需要你自己自备圣经和指笔 谁知道有一次有位教会的长者 老人家来的 他是教会的元老级 来到探访 于是他怎么样 我就跟他说 现在我们点名 看看哪个人参加 点刀表 就是查看了 没什么意义 全张名单的写名 连着原子笔 方便他填 填到他的时候 他填了之后 我说你填完 就连一张纸 连一张筆 交给下一个 你旁边的那个 你猜他怎么样跟我说 他说 为什么你这样的 我说怎么样 为什么要把这张纸和筆一起给隔离 给一张纸就可以了 我今天没有带筆了 我想要这张筆 我说 那你们上课 当然预备有指读筆 对不对 这个我已经说了 是不是之前 但是可能都没有听到 我说我们没有预备其他额外的筆 因为帝卿卿也有预备 他就说你都不懂做传道人 哎 他执事嘛 他这么说 你不懂做传道人 你要在教会买好大堆的筆 来预备给帝卿卿卿 哪个需要 哪个不记得带筆 哪个不要用的 就随时去那里拿 拿完派卖给他 筆而已 多少钱 帝卿卿卿卿 不是筆的问题 不是价钱的问题 是你对来参加这个课程 有多投入的问题 如果你们参加只是坐筆记 都不想写的 那理想完都是没有意思的 听过就算了 我不怕和大家分享 我认识这位传道人 到今时今日他听人讲道 他都仍然写筆记 不是纸筆的问题 是那个认真的问题 是 而且他用命令语来命令 他身边的五个有智慧的同女 快点把油给我 我没有不够了 而这五个的同女 这样说话 是不是很无外心 不是 不是 是在说给你和我 知道 什么 我们平时有没有预备好 做那份工作 上帝交托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随时预备 我们会随时有突快的事成 我们也应变得到 在真言第十三章第九节里面说过 他说二人的光明亮 恶人的灯要熄灭 在约伯记的十八章第五节里面说 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 他的火焰必不照耀 在这里这五个有智慧的同女 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的答案是非常斩钉切切地说 不可以 因为我们估计 我们都不足够可以让你和我用的油 在我们的大鼻 在我们身边 你快点 给他建议 快点去那些卖油箱 向他们去买 如果用今天的说法 你又会猜猜 他说这五个有聪明智慧的同女 是不是脑点 现在才叫他买油 半夜三更买油 或者有得买 我不知道 古代有没有七十一 我不知道 不过七十一有没有油买 应该都有吧 我只知道 香港这七十一没有赤子买 至少都有油买 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导出了一个真正的事实 我们所预备的是 够我们自己去守候 而去用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足够 大家一起用的时候 唯一一样东西 至少我们仍然有一些可以足够的 你现在快点赶紧去买油 他给他们意见 给一个可行的意见给他们 他们不是不给此守望 而是提出一个情况 至少我们五个可以先顶住 当这五个一走了之后 他趕着去买油 新郎就出现 时间真的刚刚好 不知道是不是用了铁达士 刚刚刚好 然后他就 新郎来到 看到这五个都点齐了 灯陪着我的 于是乎 怎样 就跟他们一起走 就进去屋里引路 去到新郎的家 然后跟新郎一起坐席 大家有没有留意 为什么是坐席 因为他是陪嫁女 陪嫁女 他不是坐在这里做痞女 做奴隶 不是 是陪着新郎一起 所以他有份参与在这个坐席的活动里面 能够享受到新郎和新娘的婚宴喜悦 然后就关门 关门是什么意思 门是隔绝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上帝的恩恋或者新郎的婚宴的享受 就只能够在这个时候 能进到新郎家的人享受 跟外面的人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时候 这五个同女就发来了 有没有留意 这个时间真的刚好 他们一走 新郎就冬 新郎又订了新郎 他们刚刚又回 你说怎么这么巧 是不是整股 这么大整股 不是整股 一个时间 是什么 你猜不到 哪里讲的 最后来讲 因为 第十三次不过一会儿讲 透计看看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 两姐妹 这五个 愚绝的同女回来的时候 就在那里叫 主啊 主啊 请给我们开门 请给我们开门 中文和合本 就说 认得 好了 这次 他没有加个请字 我考虑 吸引门开门 又有命令语 又 这五个愚绝的同女 他把口 从头到尾 的思想行为 到把口 说出来 都是好似他大了 然后叫你命令你去做事 所有人做事都要就着我去想 这种是罪人的心态 我经常都说罪人是什么 罪人是一种 相反的思维 什么人都要围绕他 人家做好了 他都要批评人家做得好 人家做得不好 他更加大条道 你去踐踏别人 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也要命令人家去做 但他自己不做 所有人都要服侍他 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 留意主啊主啊 我讲过很多次 在马太福音乐里 不会重复主啊主啊 不是他很强调很喜欢主 而是正正这帮人对主 是一种虚伪 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这样 他的口很漂亮 但是真正要来到他侍奉主的时候 他心就远离主 如果你是贴近主的话 尊重主的话 看起来其他那五个聪明的同女的表现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一起去到预备油 预备好油尽呢 要落得到这个局面 因为他们是一个 以最小博大的一种 享受主人的福气的思想 埋藏在这帮人的身上 各位姐妹 主要怎么回答他 十二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原文写得很漂亮 英文圣经也写得好 阿们 我告诉你们 真心地说 从心底里跟你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不认识他什么 不认识他真的 那么值得他能够进入到 去享受这个分宴的人的分子 你不是我的一团人 你的心不在我那里 到最后 圆圣经这样说 十三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这句话不是新的说话 在之前也说过 耶稣说什么 你们要警醒 因为在末世的时候 有很多人来欺哄你们 尤其是是法尼赛人 祭司长 那个犹太人的公会群体 弟兄姐妹 从这段圣经里 耶稣再重复说了一个警醒的问题 警醒不是你不知道要做的事 而是你肯不肯去做 今天很多信徒走正面地去信耶稣 轮到有关于救恩的意义 他们认为信耶稣就可以了 信了就可以入天堂 所以信了之后受了浸 我就可以先放荡一段时间 因为主有恩典有怜悯不兴而发怒 于是乎我对临死那一刻 或者主回来那一刻 我才说主要坏你的人 我相信你 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信主 我不做决 我不做判决 留在上主做这个判决 不过很明显在这段圣经里 告诉我们 今天这种思想的人 其实是不信主的人 最可怕的一件事是 那时辰 那日子 是你们 即我们 不知道 不怕的 英文 英文有一句说话 叫做 That boat has sailed 廣东话就是叫做 苏州过后 没有艇搭 今天很多信徒的信仰 就是经常以为 不怕的 过了苏州都还有船 不搭船就搭高天咯 一定去到上海 我不知道 或者可能去到上海 不过肯定带不了你去天国 今天很多人以为 可以用人力 用个人的聪明智慧 可以胜过上帝 我很担心 当你以为 你在玩弄你的聪明智慧的时候 却落得如此 如五个如绝的同女的下场 因为你 在我身上 苏州过后 没有船 船船船 听姐妹 十个同女的比喻 最终是说给谁 说给每个信徒 说给当时的门徒 听 当我不在的时候 其实就最容易 显露到 你的灵性是怎样 你的灵性 其实直接反映着 你对上主有多尊重 当你越尊重上主的时候 你就会越忠心 当你越忠心的时候 你就会有越充足的预备 救恩 是被 那些就充足 预备的神国市民 而不是 求求其其的信徒 这段经文讲完了 我要问一条问题 我是哪一种信徒 主要还没回来 在那个时候 不知道什么地方 显露到 我是聪明的同女 或是一眼如绝的同女 倘若我现在的表现 好像一个如绝的同女一样 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我将这个问题交给你 答案你和上帝说 我一起和心底头通过 慈悲天父 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 你让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比喻当中所介绍的中心 如何预备预备两者连结 成为我们一个好好的减省的一个比喻 感谢主你 纵使你不在我们身边 仍然将这么宝贵的检测 能够交给我们 大家尝尝去检减一下 我们今天的熟灵状况 更重要的是 要我们去检减 我们对上主这份关系 是带着 绝对的尊重 还是仍然是游游离离的一个利益主义者呢 倘若我们仍然留在一个 以小博大的救恩的心理之下 求主你的生命 纠正我们这方面的思维 若是有一个真正熟神的灵 能够学晓如何维生在你的当中 充足地预备 来迎接主你的归来 要用充足地预备 可以在永恒当中 和永活的主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性的明智预求 对吗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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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